你好,欢迎收听雨沐观后感 我是雨沐 今天来分享一篇电影的观后感 Extra Ordinary 2019年的片子,超凡驱魔 这是一部爱尔兰喜剧 描述超自然专家 认真推广灵学教育 在一致相邻服务时 不幸意外身亡 可是罗斯非常的内疚 身为大女儿以及正宗传人 居然太紧张害死爸爸了 从此收心封念 只想当一个专业的汽车教练 有一位学员名叫马丁 换挡平稳流畅 停车一次到位 罗斯从来都没有教过这么厉害的新手 原来马丁的女儿行为怪异 只能找借口请仙姑感应一下 假装来学开车 其实是要请仙姑出山 没想到怪异行为 来自一位创作型歌手 暗中信奉撒旦教 企图在血月时分进行处女献祭 仙姑与马丁剩下的时间不多 这个要怎么讲啊 就是说一开始都会介绍一下 电影大概在演什么 这就北蓝 北蓝应该不是脏话 有点讲不下去 但真的他在演这个东西 这是事实 好不容易把它整理出来 好的 Extraordinary 限制集 Mike Earne Anda Luman 编剧兼导演 Mave Higgins Barry Ward Will Fort 领弦主演 应该都没有听过 没有贬义 因为这爱尔兰的电影 这独立电影 所以知名度相对就没有好莱坞明星那么大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演得非常好 片子在讲 搞笑抓鬼 魔鬼克星的评价版 有蛋黄色笑话 微量血将爆炸 是一部有趣的私房喜剧 电影资讯 Extraordinary 讲到这个 可以插个嘴 因为Extraordinary是一个字 但是在这里变成两个字 硬把它拆开来 意思完全相反的 就是说这个人的行为 还是表演 还是一个 发生一个状况什么 非常棒 非常好 Extraordinary 这是一个字 但是把它拆开来讲了 就变得非常普通 超级超级超级普通 完全相反的意思 所以在这边是特别拆开来讲 Extraordinary 通灵车轿 超凡驱魔 我还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法师的 都是指同一部片 不好意思 那个没有查清楚 这是什么大法师 就是 你只要看到海报都是幽灵 全部都是幽灵 就是这部片 Extraordinary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 写下一些水笔 与目光后感 看这个喜剧 让我想到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的确刚刚已经抢先说了一下 片名有两个字 其实是一个字故意分开来写 意思完全不同 例如我个人很喜欢吃傻瓜干面 把傻瓜干面分开来讲 就不是同一回事了 Extraordinary 这个片子在讲搞笑驱魔 或者说小日子 虽然情节看起来很闹 可是呢 可以帮助我平静 比如说时间到了就要来一下 生活嘛 不是说来一下驱魔 就是好好的平复一下 放松一下 放空一下 看一下这北人的东西 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有一种疗愈的效果 看看某个小地方 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样说好了 有一段时间呢 我从大城市 来到一个小地方 那一待就是五年 住在斜对面的大妈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永远是她 出来到垃圾 甚至每天在路上 那个小地方 可以遇到同一个路人 两次 生活环境 就跟这个电影里面的小镇 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约去朋友家聚会 缺果汁机 烤箱之类的小家店 就顺道抱过去 比方说 那个片子里面女主角 跑去马丁那家就抱着一台 14寸的电视 那个电视底下 还附有放映机的 电视机跟放映机坐在一起的 一体两用 也是红过好几年的革命性家电 那台不轻 因为我在跳蚤市场 有看过 在一个不知道某种 维多利亚时代的矮柜 矮橱柜旁边有看到她的姐妹品 差点就买了一台 我相信 她是为了播放爸爸的教学引带 后来才会特地抱过去的 而在我的记忆中的小日子 大家都会这样做 顺道带过去 于是 越看越觉得亲切 你知道 单纯小镇出现灵异事件 剧情罗曼蒂克 而且抓马蒂克 ROMATIC AND TRUMPTIC 它是很 有反叉蒙的 汽车教练 精通驱魔大法 在这里也是很正常的 我本来想要说教练斜杠驱魔人 现在大家都要斜杠一下 突然想到 女主角是祖传的正宗仙姑 你看 这剧情就很有戏 这里有比较爆炸性的笑料 我就先避开 总觉得某个星期五夜晚 说不定 你窝在沙发上 玩遥控器的时候就会看到 就会转到这一部片 或者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就滑到了 活在这个年代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片子里面有很多小误会幽默 那种笑料就是佛性随缘 如果没发觉 那就没感觉 对话就变成耳边风了 我记得有一段是在讲男生学开车 特别紧张 面子理直都有吧 因素很复杂 总之很紧张 女主角就秉持一个有教无类 遇到学员紧张 只要多聊天就好了 缓和那个气氛 可是我想到小时候坐我姨父的车 驾驶座后面可以躺一头牛 姨父在开车的时候 那个车速差不多跟车诺比 三号发电厂天台上的月球车 大概就那个速度 我没有恶意 因为那是个悲剧 但他开很慢 如果你在他开车的时候 我姨父开车的时候 你找他聊天 核电厂恐怕会再爆一次 所以女主角和学员聊天 真的可以缓解开车紧张吗 聊天真的有用吗 可以想象那种情境 先听到教练说一些鼓励的话 开得很稳 感觉已经可以跑机场接送了 不用考驾照 已经像开车二十几年的老司机 而那个学员不可能谦虚 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一个喜剧 它有一个对应 就是说教练这样子给我台阶下 然后我就真的走下台 那就是没戏了 所以那个学员一定要非常的嚣张 很简单啊 没什么啊 然后就A到旁边什么 横赶还是撞倒垃圾桶之类的 教练看过太多学员那种打脸自撞 所以呢 越冷静 越可以彰显教练的专业 还真的就撞到路边垃圾桶了 你知道这个手排车就熄火了 就咚咚 就熄火了 尴尬 那时候教练就要说 踩离合器 打一挡 我们重新再来 家俊班好像都有听过类似的话 不过那气氛尴尬 必须要转弯话题 不能继续一直在讲车子的事情 所以教练就问学员 今天晚上有没有要去哪里玩呢 之类的 那是一种转移啊 学员就说他已经订婚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打脸自撞 所以教练就很冷静的告诉他 我没有要约你 这只是很普通的聊天问候 我没有想过 我先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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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我先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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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那五年的小日子 时常走到河边附近看电影 严格来说那个也不算电影院 废弃仓库重新利用空间 里面就挂好布幕、摆好椅子 外头放一张类似安全室官桌 复印机印的那种 就是那种印的影片宣传单 大概讲一下今天要放什么片 原稿不知道印过几百遍的 就像小学老师发给我那种讲义一样 只有一个阿叔坐在门口 好像是收票的样子 门口就是一个阿叔 几个铜板就可以享受一部片 黑白片、独立制片、本地学生拍的实验片 这不是什么明末清初的经验 这留起十几年前而已 就有这样的小地方 像我这样子都市长大的小孩 从那个时候开始明白 看电影其实很简单 真的很单纯的 换句话说 看过什么几乎都忘记了 但是每次去那边看片头广告 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片头广告就是 当地我每个礼拜都会去的超级市场 不是那个广告公司拍的 就是好像随便拿那个 你现在讲DV 现在拿手机了 就这样拍一拍 然后宣传的时候 常来喔 这边很便宜 东西很新鲜 或者是 有一些宣传片的街景 就是平常生活的路上 就是在镇上这样子 描述这个小地方发生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缘路过 你会发现 那里没有人对剧情较真 只想要感受一份归属感 我记得有一次擅长的时候 收票的阿叔就找我聊天 我吓一跳 遇到那个 风师爷突然开口讲话 这是很难忍性的 也许像我这样的外地人 来了好几次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外地的 就找我聊天 接下来就是一段第三类接触 很明显他讲话有故意放慢 怕我听不懂 问我 看看刚刚那片子有什么感想 基本上也是属于很普通的聊天问候 那时候的我 就像是刚开始学开车一样 就一面紧张 又一面自以为是 这里不好 那个没拍好 那个可以怎样更好 那该怎么拍怎么演怎么 讲了一大堆 一股脑把知道的全说出来 生怕全天下都不知道我是学拍电影 结果那阿苏 就变得很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赌膜成金城 我记得这号人物吗 他就跟我说那种 好生宅其中还好生宅 都会够顶 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 就是冲动的点 不是啦 他讲的意思是这样 他不是香港人 我又不是高净 所以阿 一切都是巧合 只觉得看片的感触 尤其贴近生活的感触 应该来自像达顿阿 张柯阿 四肢阿 等等高手境界的电影 没有想过看这个搞笑驱魔 也可以盘检一些往事 这感觉很好 也许这就是小日子的魅力 就算普通甚至无聊 还是有些东西会出乎意料之外 什么意料之外 刚才没告诉你 当时阿苏就告诉我 那部片是他30年前 还在念书 就是拍电影系学生的时候 他的学生作品 而且面带笑容的圆了一下 他就跟我说 想做什么就做 想说什么就说 也许没有办法 一辈子都这样随心所欲 但是有过就是最美的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Extraordinary 2019年的独立电影 超凡驱魔 超凡驱魔 是我自己的翻译名字 这也不能公开讲 就是 你有兴趣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 看到这部片的 OK 那这个 个人回忆比较多 那片子 基本上是限制级的 所以有很多东西 不好口述 自己体验一下 很白蓝 甚至有点下流 但是看得下去 而且会被逗乐了 可以这么说吧 好的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羽目观后感 羽目闪王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的到 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